1927年6月19日,徐州,蒋介石和冯玉祥这两巨头第一次见面。 此时正值北伐关键时期,印汉对职愈言愈烈,蒋介石邀冯玉祥徐州会晤,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是拉拢冯玉祥对付武汉国民政府,二是商量北伐战略,狠垂张作林。 初次见面,冯玉祥对蒋介石印象很好,他在《我的生活》中是这样说的。 那时,蒋先生为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地位甚高, 而犹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得来, 见其风采及言谈态度,无不使我敬目,大有相见恨晚之情。 在欢迎晚宴上,二人相互吹捧,兵主尽嗨。 蒋介石说,此次南北两军事领袖,把臂言欢, 商下党国大计,意义之为重大,可言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页。 冯玉祥说,曾以张作林宫南口事有言, 误使南北两次结合,误令蒋逢携手, 金吴等竟得以结合而又携手,北伐胜利可一遇不已。 会议期间,冯玉祥本想在宁汉之间居中调停, 但架不住蒋介石银弹攻击, 每月二百万元军饷,拉了偏价, 在北伐问题上,冯玉祥表示一切听蒋总司令的, 由此开启了蒋逢合作的局面。 此后,两人更是结为蒙兄弟。 然而,仅仅一年多后, 冯玉祥便在精神上与蒋介石决裂了。 他在日记中写道, 蒋专动权术,不上诚意, 即连甲以道义,赴拉饼以图甲。 1929年5月,两人走向战争, 此后一生为敌。 蒋逢战争是一场纷繁复杂的大戏, 虽然战争戏份不多, 但权术谋略此起彼伏, 倒戈将军被倒戈, 套路高手被套路, 全程无尿点。 再说蒋逢战争之前, 有必要讲一讲二人关系是如何破裂的。 军阀的立身之本, 一是地盘, 二是军队。 而恰恰在这两点上, 蒋介石深深伤害了冯玉祥。 先说地盘, 北伐战争末期, 各路北伐军向河北, 精进推进。 冯玉祥对这三个地方很感兴趣, 他认为自己的军队在河北作战勇敢, 付出的代价最大, 论功行赏, 应该把这三个地方分给他。 蒋介石估计冯玉祥军事实力太强大, 把这三个地方分给了相对弱小的沿西山。 理由是, 经济一代有外国驻军和侨民, 情况复杂, 冯玉祥性情刚直, 不适合搞外交, 万一发生意外, 可能酿成第二个济南惨案。 相反, 严西山的性格更合适与老外打交道。 当然, 这只是场面话, 讲的真实意图是平衡冯玉祥和严西山的实力, 让两人相互敌视, 先知。 冯玉祥极其不满, 命令所部退回山东、河南, 他本人装柄躲到新乡, 拒绝去北京开会, 以示抗议。 再说军队, 北伐完成后, 全国军队太多, 国家养不起, 需要裁兵。 于是, 蒋介石召开了边遣会议, 与各个军头商量裁军。 裁军没有问题, 问题是怎么裁, 谁都希望裁别人的, 自己要么不裁, 要么裁少。 冯玉祥认为自己的军队人数多, 训练经, 战功大, 他提出的方案是, 蒋, 冯各保留十二个师, 严西山和李宗仁各保留八个师。 冯的提议不仅遭到了严、 李的反对, 也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快。 蒋介石要学藩, 加强中央集权, 自然不愿与冯玉祥平起平坐。 会议最终通过了, 有利于蒋介石而不利于冯、 严、李的边遣方案, 冯玉祥装定以示抗议, 之后不辞而别。 返回驻地后, 冯玉祥加紧备战, 是与蒋介石较量一番。 在蒋介石的薛藩日称表上, 贵戏是第一个要收拾的对象。 蒋贵战争期间, 蒋介石对冯玉祥百般示好, 竭力笼络, 又是加军费, 又是给行政员院长加两壶底盘, 目的是让冯玉祥真实自己收拾贵戏, 至少保持中立。 贵戏也派人来拉拢冯, 提醒他纯王齿寒, 不要被蒋介石个个击破。 冯玉祥拿了蒋介石的好处, 又见贵戏不占礼, 几经权衡, 最终站在了蒋介石这边。 他派韩复举屯兵遇厄边境, 表面上筑江讨贵, 实际上左山官虎斗, 向渔翁得利。 然而, 贵戏垮得太快, 出乎冯玉祥预料。 等蒋介石取得决定性胜利, 并命令韩复举停止待命, 不需要你了, 冯玉祥急了。 他命令韩复举迅速出兵, 还通电声讨贵戏, 想在被打倒的贵戏身上狠踹计较, 证明自己出了力。 本以为奇货可居, 没想到过期成了烂货。 冯玉祥此举不仅彻底得罪了贵戏, 也让蒋介石鄙视, 蒋介石在日记中骂道, 幻章, 冯玉祥, 使人人为小孩可欺, 投机取巧之徒, 必自杀也。 冯没有出力, 蒋也没有兑现好处, 这是闹得很不愉快, 加重了彼此的恨意。 贵戏倒下了, 蒋介石削帆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冯玉祥。 对此, 冯玉祥心知肚明, 双方的不信任到达了顶点。 此时, 山东的街坊问题, 成了引爆二人矛盾的导火索。 被罚期间, 蒋介石把山东虚给了冯玉祥, 省主席孙良成、 冯玉祥的人也是蒋介石任命的。 然而, 冯玉祥拿到的是一个不完整的山东、 济南惨案, 日军出兵占领济南, 交通地区和交际铁路也在日本人手里。 山东省主席孙良成 只得在泰安设立省政府办公。 1929年4月, 日本迫于国内外压力, 决定从山东撤军。 此时, 蒋介石和冯玉祥关系 已经破裂, 他不准孙良成接收济南、 青岛, 任命陈调员为山东省主席, 全权负责接收山东。 冯玉祥见识已至此, 决定向蒋介石摊牌, 贵习因从梁广到山海关的 一字长蛇镇, 而被蒋介石掐头去尾剖腹, 轻松解决。 冯玉祥的地盘, 呈横着的一字长蛇镇, 青、干、宁、 陕、玉、 卢为避免重蹈覆辙, 他决定将山东、 玉东的军队吸撤, 缩短战线, 集中兵力于陕西、 玉西、 固守西北。 为组织蒋介石运兵, 西北军撤退时, 破坏了龙海铁路上的重要桥梁 和武圣关隧道, 还将平旦铁路上的五百多辆客户车扣流, 以作军用。 最后, 冯系人员陆中林、 雄兵等从南京撤离, 有点撤桥、 断交、 开战的一位。 1929年5月初, 蒋冯冲突日渐明朗, 双方都大造舆论, 强占道义的制高点。 冯玉祥吸取贵系的教训, 他只说反蒋, 不反中央, 把蒋和中央区别开来, 这一点很高明, 贵习直接反南京中央, 形同叛逆, 人人喊打。 完成一系列军事调动之后, 冯玉祥在华音召开会议, 宣布蒋介石四大罪状, 决定起兵反蒋。 5月16日, 他授意刘玉芬、 宋哲远、 孙良成等发表通点, 竖起反蒋的旗帜, 推举自己为护党救国军西北军总司令。 相比冯玉祥的决战姿态, 蒋介石比较高姿态, 他多次喊话, 劝告西北军及时把守。 此时, 蒋贵战争还没有终结, 贵系还在广西老巢负于顽抗, 在彻底解决贵系之前, 蒋介石不想这么快与冯玉祥决战。 蒋介石做了两手部署, 一时调集朱培德、 刘志、 唐生志三部大军, 分别集结于豫东、 豫南、 豫北、 从东、 南、 北三面对冯玉祥大军形成包围之势, 二是加急用官位, 金钱收买西北军高级将领。 在蒋介石的分化瓦解下, 5月18日, 刘振华脱离冯玉祥归顺中央, 5月22日, 韩富举通电拥护中央, 紧接着石友三、 马洪魁、 杨虎成等纷纷通电响应。 在西北军历史上, 韩富举叛逢投奖是一个转折点, 他意味着西北军从全盛时期开始走向瓦解。 韩富举是河南省主席, 蒋贵战争初期, 他率领大军徘徊于玉鄂边境地区, 蒋介石让他进攻贵系控制的武汉, 但冯玉祥命令他停兵观望。 等到蒋军攻占武汉后, 韩富举才出兵厄北, 企图摘桃子。 此时, 蒋军正在向恶西追击贵军参与, 韩富举驻军小赶, 威胁武汉, 令蒋介石十分担心。 为稳住韩富举, 蒋介石以劳军为名, 给韩富举送了一笔巨款, 同时邀请他来武汉一叙。 韩富举的武汉之行, 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热烈欢迎 和高规格接待。 蒋介石一口一个相方, 韩富举自相方, 对韩富举各种抬举, 宋伟玲亲自为他夹财, 走的时候又给了他一笔巨款。 一向不被当人对待的韩富举, 哪受得了这个? 当时就动摇了。 韩富举头讲后, 曾对部下说过这样一番话, 蒋委员长和宋伟玲对我很热情, 称我为北方长盛将军, 可是在冯先生跟前, 不是被训斥就是挨骂, 如同老子对儿子一般。 冯玉祥对小兵表现得很慈爱, 但对高级将领非常严苛, 无论职务多高, 惹冯不高兴都是非打即骂, 丝毫不留面子。 他也不叫部下的子, 都是直呼其名, 很不礼貌, 很不尊重人。 此外, 韩与冯之间还有别的矛盾, 比如韩富举在走投无路时 曾投靠阎西山, 他怀疑自己有前科而不被冯玉祥信任, 韩富举与施经厅有矛盾, 而冯玉祥却免缺了韩富举二世师师长的职务, 以施经厅接任, 间接证实了自己不被信任。 时有三当时驻军南阳, 蒋介石拉拢他的过程, 与韩富举类似, 不再赘述。 刘振华是镇松军统领, 被冯玉祥击败后投降了冯, 作为杂牌军, 他在西北军待得并不如意, 蒋介石一拉拢, 顺势倒戈了。 马洪奎, 杨虎成等, 也都是西北军杂牌, 倒戈理由和过程, 与刘振华类似。 杂牌军倒戈影响不是很大, 对冯玉祥形成致命一击的, 还是韩富举, 是有三倒戈, 他打乱了冯玉祥的军事部署, 摧毁了他反蒋的决心和信心, 打击了他在西北军中的威信。 冯玉祥虽然多次倒戈, 但自信他的亲信部下绝不会倒戈, 结果被狠狠打脸。 得知韩富举倒戈时, 冯玉祥起初不敢相信, 事情失垂后, 他躲在房间里郁闷了好几天, 还怀疑其他西北军将领可能叛变。 西北军被整得七零八落, 蒋贵战争收尾也很顺利, 蒋介石决定对冯玉祥动手。 5月23日, 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冯玉祥党籍, 割除其本兼各职, 授权政府讨伐冯玉祥。 第二天, 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冯玉祥, 主流报纸, 电台迅速跟进, 声讨冯玉祥。 蒋介石致点冯玉祥, 要求他交出兵权, 下野出洋, 冯玉祥顿时陷入了极端孤立的境地。 第一次蒋风战争就这样胎死腹中了。 按以前的套路, 军阀走投无路时, 往往通电下野, 以避风头。 冯玉祥是这个套路的资深玩家, 北洋时代就把下野玩得炉火纯青了。 5月27日, 冯玉祥通电全国下野, 功不能见谅于国, 私不能见谅于有, 劫身隐退, 从此入山读书。 实际上, 他仍控制着西北军政大权, 在华山静观时局。 蒋介石不傻, 指责冯玉祥犯了大罪, 发意指下野通电, 以为万事皆休, 天下哪有这种道理。 他命令前方部队加速前进, 对西北军施加更大压力, 还下达了最后通牒, 对冯玉祥步步紧逼。 西北军兵力和财力都不如蒋军, 冯玉祥硬扛肯定扛不住, 需要另找出路。 蒋介石刚打垮贵系, 对彻底消灭西北军并无把握, 他不想打硬仗, 更愿意用政治手段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 严锡山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力量, 重要性日益凸显。 1929年初, 天下五分, 蒋、 冯、 炎、 李、 张。 五月底, 李已被打垮, 张远在东北, 能够直接影响蒋冯战争的只有炎。 冯、 炎合作反蒋, 蒋就很难办了, 蒋、 炎合作灭冯, 冯肯定完蛋。 所以, 冯玉祥要拉炎西山反蒋, 蒋介石也要拉炎西山逼风, 原来的蒋冯两方较量, 变成了蒋、 冯、 炎三方博弈, 三方相互套路。 此时, 炎西山的态度很复杂, 他的地盘和冯玉祥挨着, 对冯玉祥的恐惧甚于蒋介石, 所以他想削弱西北军。 另一方面, 他与冯玉祥是纯王齿寒的关系, 冯玉祥一旦被解决, 下一个就轮到他了, 所以他又担心冯玉祥垮掉。 想来想去, 他决定又冯玉祥入境, 一来挟持冯玉祥, 解除西北军的威胁, 二来连逢抗蒋, 使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 不管是挟持冯玉祥, 还是联合冯玉祥, 反正主动权掌握在他手里, 可以灵活应变。 在李书成的游说下, 冯玉祥决定亲抚山西, 与阎西山结盟。 冯玉祥的部下都认为阎西山狡诈, 反对他去山西, 但是逢坚持己见, 他有自己的打算, 蒋介石大军步步紧逼, 他不能再滞留在西北军中, 否则蒋介石就有进攻的借口。 另一方面, 他对西北军失去了信心, 认为单挑打不过蒋介石, 想拉严西山一起返蒋。 6月21日, 冯玉祥离陕附近, 对外称经山西转到出阳。 三天后, 严西山亲自到届休迎接冯玉祥, 见面后, 两人抱头痛哭, 誓言合作到底。 很快, 严西山与冯玉祥联名发出了出阳通点, 呈请国民政府辞去本间各职。 严西山此举, 是想营造逢, 严结盟的假象, 向蒋介石施压, 携逢自重。 蒋介石很着急, 亲赴北平邀请严西山面谈, 同时指示吴院院长各省政要, 军队高级将领通电挽留严西山, 给租了严西山面子。 严西山应邀到北平后, 蒋介石开出的架码是, 全国陆海军副司令加华北党政军全权加西北军善后处理, 加巨款。 严西山被砸晕了, 本来, 冯玉祥到太原后, 严西山将其一家安置在尽次居住, 隔三差五去看望冯, 利欲极高。 从北平回来了, 严西山态度变了, 不谈出羊了, 不看望冯玉祥了, 也不提反讲了。 不仅如此, 他还把冯玉祥先到了五台县建安村居住, 沿的老家, 周围派军警封锁, 断绝了冯玉祥与外界的联系。 在严西山看来, 冯玉祥简直是起火可拘, 利用他不仅可以逼西北军就范, 也可以让蒋服软。 冯玉祥被软禁后, 表面上风轻云淡, 潜心读书, 还说自己读书少, 常被骗。 暗地里, 冯指示前来探望他的西北军将领, 与蒋介石谈判, 向蒋介石靠拢。 宋哲元遵召冯玉祥的指示, 向蒋介石表示, 西北军愿意接受中央指挥, 冯玉祥领陆仲林, 刘雨芬, 薛篤毕等, 纷纷到南京复职, 与蒋介石频繁会谈, 蒋介石又给西北军送去了大量献款, 面粉, 棉衣, 西北军太艰苦了, 蒋介石这次是真想, 趁冯玉祥被软禁之机, 以梁响弹药笼络, 收编西北军。 严西山见西北军和蒋介石走得近, 慌了。 如果西北军投奖, 严西山就成了孤家寡人, 势必会被蒋介石收拾。 8月6日, 严西山投识文部, 提出辞去山西省主席, 蒋介石没有挽留, 同意了。 严西山更慌了, 这摆明是要收拾自己。 于是, 他暂时解除了对冯玉祥的软禁。 中秋之夜, 两人在尽此赏月, 密谋反蒋大计。 经过这么多变故, 两人认为在相互套路, 无异于自取灭亡, 合作反蒋才是唯一出路。 二人约定, 西北军率先发难, 进军随后响应。 中秋密谋之后, 冯玉祥指示西北军将领, 立即终止与蒋介石谈判, 准备武力返蒋。 10月10日, 宋哲元领衔西北军将领, 联名发表通电, 隶属蒋介石六大罪状, 兴师返蒋。 此日, 国民政府下达讨伐令, 第二次蒋逢战争爆发。 西北军以宋哲元为代总司令, 孙良成为副总司令, 兼前敌总指挥, 兵分三路, 孙良成, 庞炳勋率领主力, 沿龙海县东进, 进攻郑州, 开封, 孙廉仲, 刘汝明出紫金关, 进攻南阳, 孙伟喜, 吉红昌出老河口, 进攻湘返, 直到武汉。 蒋军以蒋介石为总司令, 兵分四路, 方鼎英所部, 在许昌, 衍城附近作战, 刘志所部, 在湘返, 南阳, 武圣关附近作战, 唐生至所部, 在拱县, 登峰附近作战, 刘振华所部, 从黄河北岸, 进攻龙海路上的方军, 西北军兵力十余万, 蒋军总兵力约三十万。 从布局上看, 双方争锋相对, 一场硬仗在所难免。 针对西北军战力强大, 但补给困难, 难以持久的特点, 蒋介石决定避其锋芒, 带其失老兵体, 补给中断时发起反击。 战争进程和蒋介石预想的一样, 西北军虽攻势凌厉, 但时间一长, 后劲不足。 相反, 蒋军有源源不断的补给, 仅张学良就支援了蒋军四十级火车皮军火, 他可以从龙和西北军拼消耗。 战事最激烈时, 蒋介石亲临前线国武士气, 稳住了杂牌军。 结果,西北军被阻于龙海路以南, 平汉路以西的三角地带, 旷日持久, 无法前进。 西北军兴兵讨奖后, 严锡山并没有如约响应。 原因是, 蒋介石派何应亲去太原, 用陆海军副总司令的职位加二百万军费, 收买了严锡山。 11月5日, 严锡山宣布就任陆海军副总司令, 否认与冯玉祥联合返奖, 还召开了讨逆大会, 公开支持蒋介石。 后勤补给跟补上, 战场失利, 严锡山背信弃义, 父辈受敌, 加上主帅宋哲元和副帅孙良成严重不和, 内耗不断, 导致西北军全线崩盘。 11月下旬, 西北军被迫撤网同关一席, 第二次蒋逢战争, 以冯玉祥的失败告终, 西北军没被彻底搭垮, 意味着这是没完。 五个月后, 更大规模的中原大战爆发, 冯玉祥瞅准时机梭哈全部加档, 准备一战定乾坤, 然而形势不由人, 最终定下乾坤的是蒋介石, 而他自己则一败涂地, 满盘结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